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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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阿弥陀经》 当中前面讲了我们修净土法的人应该最好七天当中 以闭关的方式 修阿弥陀法 这是昨天也讲了 极个别道友也发了愿 我们以后 如果自己各方面的因缘条件具入的话 最好一年当中能闭关一次 修七日 这个对医生来讲确实很重要的 这是我提一个建议 当然能不能实行呢 就是希望各自观察 其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最关键的 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修行 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 我们口头上说得再漂亮 可能你离开世间的时候 这种花言巧语带不住的 其他有些表面上看起来 特别轰轰烈烈的行动 活动 但到了真正大限来临的时候 有些不一定有真实的功德 是形象的一种行为 所以每一个人一定要观察自己 尤其是我们大城市里面的人 的确也是修行比较差 很多人自己也是承认 其他都好吃的也有 穿的也有 什么都有 但是唯一的一个不好 什么不好 修行不好 太差了 太惭愧了 哎哟 这没办法说了 这今天一直不好 这今天状态不好 什么状态不好 就是修行不好 是 很多人有这种状况 因为这也是可能不怪我们 环境太恶劣的话 作为凡夫人 不得不受影响的 决定会受影响 任何人也是会受影响的 所以很多人特别害怕一些恶有 特别害怕一些恶劣的环境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城市当中 全部都是恶劣的环境 现在城市里面有些修行人 比我们山上寂静处修行的境界 比我们寂静地方的修行人 还精进 应该可以这么说 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城市里面的人 他们基本上所有的时间 除了吃饭 工作 睡觉以外的 所有的时间都是用在修行上面 不是一天两天 多年以来一直是这样的 也有这样的极个别的 火中莲花 恶劣环境当中也有这样的 但大多数人来讲 不管是任何人 可能你跟一个恶友 接触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言行举止 逐渐逐渐受影响的 有些人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只要一天两天就已经不行了 我听说有一个佛友 原来多年以来都是特别 对密法也好 对净土法门很受很受信心的 而且自己行为上 多年以来特别精进的 但后来偶然的机会 遇到了一个行为不太正的 但是嘴巴特别回缩的一个人 受着他的影响 整个人都全部一下子 很快的时间当中变了 变完了以后 对以前所修的法门全部抛弃 而且自己刚开始 好像听着这个人的一些狂语 跟着他 后来当然这个人 他自己内心当中也是没有什么 只是说有些话 有一些目的的 所以很多人应该以正知正念来观察自己 很容易受这样不好的影响 所以我们最好 前面所讲的一样 一年当中我们不敢说长期的 像以前的高僧大灯一样的 三百六十天全部都是闭关 或者六个月闭关 三个月闭关 那这样都是在现在末法时代 很多很多繁琐的事情 其实很多事情自己心里放不下来 心里放得下来的话 应该万事一切可以放下 但是这个要求可能太高了 很多人自己认为 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特别特别的重大 因此一直忙忙忙碌碌 一直是这样的 最后真正离开这个世间 到生死无常已经来了的时候 你可能很后悔的 现在已经离开了南赞不足 佛法兴盛的地方 以后能不能永远都是能转生呢 很困难的 在这个世界当中 有如是多的众生 我真正获得一个人生 还遇到佛法 还继续学习大乘佛法 有没有把握 很困难的 所以说这次真的是 我们遇到这么好的人生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应该利用这个人生如意宝 行持善法 行持善法的时候要选择一些 像密法里面的甚深窍诀 净土法当中 能往生的这些法要 那这些法要 仅仅修持以后 即使你不能往生 也自己不会有任何的遗憾 所以我们昨天刚前面已经讲了 若一日到七日之间 自己在相续当中 我觉得应该要种下一个善根 这样跟阿弥陀佛 结上善缘的一种善根 我以前也讲过 与法王如意宝 结上善缘的这些人 都是也有受记 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以上师的法门 阿弥陀佛的法门结合起来 自己至少也是一辈子 修几次七天的闭关 完全断掉自己的分别散乱 有一定困难的 但是尽量地不说话 尽量地把自己的行为融入善行 不作恶事 这样观七天 对每个人来讲 应该说是可以的 你再忙 再怎么样也是 你的生命当中 一年离七天应该可以拿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 你有点不习惯 但是你真正坐下来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 应该可以的 当你离开世间的时候 你放不下也是不得不放 我们这个肉体 只能活一段时间而已 所以在这些方面 希望大家应该好好地 思维一下上面的文字 否则我们讲得再多也是 如果没有执行 没有去修行 好像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所以所谓的修行 归根基地行持善法 断除恶法 诸我莫作 诸善奉行 就只有这两个 除此之外 修行没有什么其他的 很多人我现在不会修法 我要不要到上师那里去传法 传法也是这样的 所有的任何一个上师要传法 给你传法的意义就是 不要做恶事 要做善事 当然做善事当中 有不同次第的法门 非常多的 所以大家应该归纳一些窍诀 应该重视修行 不重视修行的 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些居士 有些法师 有些佛教徒 口口声声说的时候 都是特别特别会说 但实际上 心相续当中 全部都是被傲慢重斥住 被极度烦恼 越学习 烦恼越来越严重 烦恼一点都没有减少 智慧一点都没有增长 那这样的修行人 是成得上修行人吗 我们应该可以自我反省 真正的就像噶当派的 一些大德所说的那样 你修行的境界高地 用你相续当中的烦恼减退 而并不是你眼睛看到什么东西 眼睛看什么东西 现在通过上网 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到的 这是没有什么很奇怪的 你看明点也好 看什么都是 这不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退掉 要自相续当中真正生起善法 什么样的善法呢 对诸佛菩萨生不退转的信心 对业因果也生起极大的恐怖心 对所有的上师也好 生起欢喜心 那么这些善法在我们修行当中特别主要 下面就是说 我们今天就接着讲 看一会儿又讲不完 下面说 舍利佛如恶尽之 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 功德之力 东风也有阿弥陀佛 须弥陀佛 须弥陀佛 须弥光佛 妙音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各与其国 出广场舍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所称世言 如当众生 当行事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以其诸佛所护念经 这个教义就是说佛陀前面讲了极乐世界的功德 怎么样往生的善根 因缘 我们为了往生这样的刹土如何修行 如何发愿 讲了这些道理 那么紧接着说 释迦牟尼佛告诉舍利子 舍利佛 我如今赞叹阿弥陀佛的 刹土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 因为前面已经讲了阿弥陀佛的 《弥陀经》主要讲 《阿弥陀佛刹土的功德经》 那么不仅是我 释迦牟尼佛这样赞叹的 还有十方的佛 东 南 西 北 上下十方的这些 还有四语的这些佛陀 都会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 他这里代表性的 与个别佛的一些名号 比如说东方有阿卓比佛 他有些经里面说 不懂佛 不被嗔恨所动摇 也叫不懂佛 还有须弥相佛 像山王 有些说是山长如来 或者说他金用相好 须弥相佛 还有大须弥佛 大须弥佛身体高达如须弥 这样的佛陀 还有须弥光佛 也叫做大须弥佛 好像不是大须弥佛 这个是身体智慧光芒便于一切 成为须弥光佛 还有妙弥佛 微妙的声音远方也能听闻 这样的妙弥佛 其实这些佛陀的名号 或者他的简单的介绍应该在 《愧疾大师阿弥陀经》的《通战书》当中有略说 像恶义大师的妖戒 其他的很多讲解当中有一笔呆鼓 没有真实的叙述 这些佛具体的名号解释 藏文当中也没有 然后等等诸如等恒河沙数 恒河沙是无量无边的 等恒河沙数各自 所有东方的这些佛各自都是在自己的国土 他们显出广长舍乡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所真实语 他们因为佛陀实现神变 特别必要的时候 他出广长舍乡 这个舍乡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然后说真实的语言 如当众生当心 那么你们这些人应该要相信 诸佛所谈叹 不可思议功德的阿弥陀佛的刹土 还有一切诸佛所护念的阿弥陀经 唐僧翻译里面说 没有说净 净土法门 法门 藏文当中也是法门 但是可能法门意义比较广一点 经指的是阿弥陀经 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佛陀没有必要的时候 他不会出现广长舍乡 不会广长舍乡的而有必要的时候也会出现的 本来是三十二相当中具有相好 好像《中阿含经》里面讲的吧 说是广长舍者舍从口中 舍从口中 蝙蝠其面 视为大人舍乡 有这样的教理 也就是说佛陀出广长舍乡 蝙蝠整个自己的面 这是佛陀的一种三十二相当中之一 好像《大智度论》当中也有相同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以前没有说谎语 生生死地说真实语的话 舍乡如是 语比真实 为什么舍乡如是那么大的呢 他的语言一直是真实的 还有说 若人舍能变起鼻子 扶上鼻子 他的舍头能扶上鼻子的话 厌无虚妄 没有虚妄的也是一种标志 所以我们一般的人 不要说舍头能盖上鼻子 连可能 我的舍头稍微长一点 可能以前没有说妄语的原因吧 但也不长 所以他这里已经说了 佛陀示现这样的神片 蝙蝠整个三千多千所真实语 所真实语什么呢 你们应该相信 诸佛菩萨都是所侦探的极乐世界的功德 而且诸佛菩萨都是护联 或者说都是受持的 都是用智慧来受持的 这部经典为主的所有净土法门 因此我们要知道 东方所有的佛又要赞叹 又要暂说阿弥陀佛的世界 同时释迦牟尼佛要求我们 诸佛都在赞叹的话 我们世间当中都没有智慧的 没有信念的 这些人为什么不相信 应该值得相信的 这个意思 下面说 舍利佛 南方世界 由日月登佛 明闻光佛 大眼见佛 须弥登佛 无量精进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各与其果 出广长舍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说乘世言 如当众生 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这个跟前面的意思 应该是比较相同的 佛陀也说舍利佛 不仅东方有那么多的佛陀 赞叹阿弥陀 刹土和这部法门 还有南方有日月登佛 身体和智慧的光芒 犹如日月 所以称为日月登佛 还有明闻光佛 见到佛的光芒生起觉悟的明闻光佛 然后大眼见佛 身体和智慧的光芒 整个身体的光芒等于见光 这样的叫做大眼见光佛 还有虚明灯佛 身体和智慧的光 犹如虚明般的大灯 是特别明亮的佛陀 然后无量精进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始终无有疲倦的 无量精进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的 无量无边的佛 也是各自在自己的国家 出现广长舍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所真实语言 如当你们这些众生应该相信 就是诸佛所称赞 所称赞不可思议功德的 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的刹土 以及一切诸佛 恒上所苦念的法门 你们一定要相信这样的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 没有信任这些的话 那自己已经毁坏自己了 所以蓝赞不足的众生 有时候是疑心很重的 真正该相信的这些法门也好 道理他们不行 不该相信的这些对境 经常相信 本来我们的相续当中 比如说所谓的 我是不存在的 身体是不干净的 然后万法刹那刹那无上的 但是这些道理 他反而不这样认为的 认为我是存在的 身体是干净的 万法常有的 而邪见特别严重的 真正的真理不相信的 所以很多人对真正的福语不行 因为佛陀的语言不行的原因 经常成立在轮回当中 比如说《佛则和记经》当中也是说了 越语乐无焉 不信受佛语 欲诫的乐没有延续 一直不能信受佛陀的金刚语语 破坏四佛语 流转轮回海 毁坏了自己所作的一切福德业 而始终流转在轮回当中 所以我们善解当中的这些众生 一个比一个可怜 邪见 邪知方面犹如须觅 正知正见方面少如芝麻 可以说特别微小 因此自己少有一点善根 少有一点修行境界的时候 一定要善于保护 我们好不容易 不管是持戒 还是闻思 发愿 回向等 任何一个功德 我们应该以通过菩提心 通过无缘的智慧来摄持 让他永远都是伴随着我们菩提道的善根 比如说一个人 好不容易挣一点钱 有了一点钱 你不能马上把它用掉 一定要存在银行里面 存者时时刻刻 都是放在自己的心间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是在心口放着存者 这样睡着的话 那说明他是善于保护自己的心间 同样的道理我们对善根 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 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凡夫人积累一点点善根 特别不容易的 有了一点的时候应该用利益众生的回向来摄持等等 这一点可能通过闻思过的人 他会明白的 如果没有闻思过的话 好像不觉得那么重要 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对一些生活当中 暂时的一些鸡毛双皮的事 他觉得这是太重要了 而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闻思 这些在他的眼里来讲 觉得并不那么重要 这就是他对价值观有颠倒的观念 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学习 学习了佛法之后 很多以前不好的理念 不好的观念 尽量去掉 然后往好的方向 进一步地去发展 这一点也是每一个修行人来讲 我认为特别关键 下面就是说 舍利佛 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 无量相佛 无量窗佛 大光佛 大明佛 宝相佛 金光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国与其国 出广场设想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所城市言 如当众生 当行事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也就是说 佛陀进一步说舍利佛 不仅是有东方和南方的这些佛陀 称赞净土法门 还有西方有无量寿佛 我们前面也讲了 因为佛陀的寿命无量 还有佛陀眷属的寿命也是无量的原因 叫无量寿佛 无量相佛 他的相好庄严无比 有无量无边功德的原因 叫无量相佛 无量窗 身高犹如身窗 也有这样解释的 所以叫无量窗佛 大光佛 身体和智慧无有不照的世界 他的光芒无有不照的世界 所以叫做大光佛 然后大明佛 就是佛陀无比的神通神变 无有不明照的地方 也叫做大光明佛 然后宝相佛 那位二相都具有无比的庄严 叫宝相佛 还有精光佛 无有任何不清净和有乐的法 所以发出清净光芒的精光佛 如是恒河沙数等等 西方恒沙数的佛陀 各自在自己的国家 出广场 四相 蝙蝠三千大千 所证实语 说你们这些众生应该相信 称赞 诸佛所称赞不可思议功德的 阿弥陀佛的刹土和阿弥陀佛 还有对一切善师诸佛 所护念的净土法门 或者这个经典 一定要相信这个 所以佛陀 东南西北的这些佛陀也一直称赞 释迦牟尼佛也再三地说 这些佛陀一直要求 娑婆世界的众生一定要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信心没有 或者产生怀疑即使往生到极乐世界 但是在那里不能起开莲花 始终不能念见阿弥陀佛 只是听到这个声音 因此说我们的怀疑一定要断除 要断除怀疑的唯一方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尽量地在净土法门上面广闻博学 广闻博学还有跟一些有缘的道友经常辩论 你相续当中的一些你觉得往生极乐世界是不可能的话 你在个别有智慧的人面前进行辩论 你说不可能 他说可能 然后就进行辩论 我看智者大师的《净土十一论》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讲一下 我以前看过 应该会讲 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怀疑也可以遣除 还有我们净土教言 我们净土法门刚开始利用八戒课来讲过 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 那麦彭仁波切针对现在的有些人 经常对往生净土法门半信半疑的 这些人也赐予了许许多多的教言 这样以后你不得不产生信心 因为你从道理上根本说不过别人 如果道理上说不过别人 刚开始你可能有一种怀疑 但这种怀疑慢慢成了合理的怀疑 最后你就不得不承认有这么一个极乐世界的国土 往生极乐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因缘 这些也是通过教证来成立的 而并不是我们的理证 以我们的分别念来成立 以我们的分别念来成立的话 那极乐世界也是我们也没有看见过 没有听到过阿弥陀佛对我们讲经说法的声音 我们凡夫人只是言而彼此作为正量 那这是特别一种狭隘的思想 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应该通过教量和比量来成立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诸佛菩萨也是为什么赞叹 这个无量无比的功德 我们应该要产生信心 这是刚才讲的 西方佛这样赞叹的 西方佛也是这样赞叹的 所以我们各自都是我想一定要有一种精进 往生极乐世界一方面主要靠自己的心愿力 当然我们死的时候别人有缘的话 给你念阿弥陀经 念诸佛菩萨的名号 念婆娥法 这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最关键你活着的时候 对净土法门产生一定的定解 这是很重要的 好像《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吧 《无量寿经》里面说是 一个清净净努力自求者 必得超觉趣 往生安养国 说 往生极乐世界根据各自的精进力 应该努力地去争取 去希求 不要一直想 我可能我的上师很好 上师会帮我吧 或者我的道友很好 道友给我帮忙吧 我自己不一定需要马上能往生 就有这种 自己好像把全部都是寄托到别人 那不好理的 应该努力地自己去希求 这样必定会超越整个世界 超越娑婆世界或者轮回 一定会往生到安养国或者安乐国 会往生到极乐世界 诗力佛下方世界有四字佛 明闻佛 明光佛 大墓佛 法传佛 持法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古语其果 出广长舍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纪 说 乘世言 如当众生 当心事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依其诸佛说 护念经 下面就是说 刚才是北方佛 下面是下方佛 下面北方佛还没讲 诗力佛北方世界有眼见佛 最深淫佛 难居佛 日生佛 亡命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各于其国 出广长舍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说 乘世言 如当众生 当心事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说护念经 不仅是前面东方 西方 南方的佛 还有北方佛 北方佛 刚才眼见佛已经解释过了 最深淫佛 他的妙印 胜过其他任何声音 叫最深淫佛 还有难居佛 诸一切魔众 不能诸障碍的佛陀 日圣佛 会热 能生起善念的日圣佛 然后弥妙佛 妙教明界通过神变的妙教 能解开一切疑惑的 这种不是妙明 这种佛如是等恒河沙数佛 都是各自在其国 出现广长舍相 遍覆三千大千所证实语 说你们这些众生应该相信 诸佛所承担不可思议功德的佛刹和佛陀 以及诸佛所承担的法门 应该相信净土法和净土国所有的这些功德 这是北方佛 下方佛刚才已经念完了一遍 下面作解释就可以 也就是说 有狮子佛 狮子佛能降伏一切死魔的佛陀 犹如耶稣当中狮子为王一样 所有邪魔味道不能摧毁的 犹如狮子般的佛陀 还有明闻佛 他的美名震压十方的佛陀 明光佛见到光明来能生起觉悟的明光佛 然后大魔佛 大魔佛是正法的意思 也就是说 有无为法获得了证悟 通过证悟无为法的境界这样的大魔佛 还有法床佛 光开高入神床的这样的法床佛 持法佛 过去诸如来的法要一亿能受持的持法佛 但如是恒恒杀术 诸佛各于其自己的国土当中 显现上出现广场色相 蝙蝠三千大千世界 所证实语说你们这些众生应该相信 诸佛所承担不可思议的佛刹和佛陀 以及诸佛所护念的法门 那么这是下方佛 还有上方佛 舍利佛 上方世界有 凡音佛 守望佛 向上佛 向光佛 大眼见佛 扎实宝华 延伸佛 所罗素王佛 宝华德佛 见一切义佛 如须弥善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各于其国处 广场舍相 蝙蝠三千大千世界所诚实语 如等众生当心事成长不可思议 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上方佛也是同样的 刚才不但是四方还有下方的佛赞叹 还有上方佛又叫做凡音佛 声音听到之后能产生一切法乐的凡音佛 守望佛所有群守的望成为月亮 那么像月亮般的整个世界当中的 实体而成的菩萨当中 无语论比的佛陀叫做守望佛 然后向上佛受持清净戒律的妙像 便于十方的向上佛 然后向光佛这种清净戒律的妙像 发出光芒利益众生的相光佛 大眼见佛 扎实各种颜色的珍宝莲花 掩饰其身的如来 还有索罗宿所有的宿当中也是 它是守望一样的所有人们当中 这个佛陀他的功德庄严能胜过一切的 这样的索罗宿望佛 还有宝花佛珍宝莲花功德的佛陀 见一切佛 用他的智慧照见一切万佛的 如虚名善 智慧和佛德 犹如微微虚名善那样的虚名善佛 如是当恒河沙 受诸佛 都各自在自己的国土显现出现了 广场舍像 蝙蝠三间大前所证实语 说你们所有的这些众生应该相信 应当相信诸佛所承担不可思议功德的 佛陀的佛刹还有一切诸佛 所护念 所加持 所忆念 所受持的法门 那么这是朱姆罗斯翻译当中 东南西北还有上下有六个方向的 藏文当中也是这样的 唐僧翻译的《阿弥陀经》里面 虽然不叫《阿弥陀经》 但是这个经典当中还有四个方向的 比如说东南有一个叫做 《广大云泪影如来》等等 也是有恒河沙士无量无边的佛 都在自己的国家出现广场色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所证实语如当众生应该诚信等等 这个是讲的是东南方 东南方有这么多的佛陀也在赞大 还有西南方日光明称供的如来 也是等等恒河沙士的佛陀也如是赞叹的 西北方好像无量供的火王光如来 也是等等无量无边的恒河沙士的如来 如此赞叹持法门的 然后东北方无数的百千巨子光辉如来 等等恒河沙士的如来也如是赞叹 所以经典上面还有不同的 在这个中间有不同的跟这里有点不同 我想可能《旧摩罗斯翻译》原来的版本 跟藏地翻译的版本可能是一个的 而唐僧他造到的翻译的版本里面内容都比较多 我详细地对了对的时候 经常跟这里稍微有一点 算是有一些篇幅都不太相同的 但大致上应该是相同的 是这样的 那么舍利夫若以云和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 佛陀说 舍利夫啊 你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这部法门一切如来如此都是 关心 护念 奢侈为什么这样呢 所有的舍也舍我们也可能有这样的意味吧 佛陀也是如是赞叹的 对这个法门的 释迦牟尼夫 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夫 然后东西南北 还有四方四语的 东西南北等四方四语的所有四方如来 如此的赞叹 如此的护念 一直他们都是把这个经典 像珍宝一样护念 受持 这是什么原因呢 佛陀也可以以自闻自打的方式来说 舍利夫啊 若有善烂兹三女人闻识尽受持者 即闻诸佛明知 识诸善烂兹三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 所护念 皆得不退转 阿鲁多罗三妙三菩提 十顾舍利夫 如当皆当 信受我语 即诸佛所说 那么佛陀说 如果有善烂兹三女人 听到这部经典或者听到佛陀的名号 这样的善烂兹三女人其实都是为一切诸佛所护念 我们如果去听到了这部法 我们去听到了阿弥陀佛为主的其他佛的名号 那么这些都是受到了诸佛菩萨的护念了 那么都得到了三妙三菩提不退转的果位 不退转的果位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佛陀的金刚语 所以真的我们已经有了这样往生的忆念 有了这样往生的因缘非常非常难得 自己都是获得不退转的 这个不退转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但是我们如今没有因缘不可能闻到这个法 有了因缘以后听到这个法门是特别的荣幸 好像在《无量寿经》当中也是讲了 欺负本愿力 闻名欲往生 喜结到彼国 自知不退转 说是依靠佛陀的本愿力 我们今生听到了他的名号 而且愿意往生到这个喜乐世界 这是特别欢喜的一种因缘 当我们得到这个法门之后 必定会受到了这种不退转的果位 如果我们没有造五无间罪 没有做谤法的业 那这样根据所有的传承上师们 所有诸佛菩萨的金刚语言来推置的话 我们一定能往生的真的 我自己也是 有时候想自己从小到现在的修行也不好 行持的善法也不是很满意的 确实死了以后会不会堕入恶趣 也有一种恐怖之心 有时候想了 遇到了这么好的法门 所有的这些手机也好 所有的这些法门来推置的话 应该能往生吧 百分之八是应该能往生吧 自己有时候真的也会生起这样的信念 这种信念我觉得也并不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前面《净土大书》里面也说了 劳劳琴哲仁波切说 诸佛菩萨和传承让师 根本不会欺负我们 他们根本不会欺骗我们 诸佛菩萨如是赞叹的话 不可能是一般世间人打广告一样 赞叹啊 这个如何如何好啊 一点实质意义没有的东西的话 应该是比较负责任的 广告公司也是不敢胡说的 那么诸佛菩萨为众生如是悲悯 他们怎么样得到利益的话 一点的语言都是不会说妄语的 所以《妙华莲花经》里面也是说了 佛无不说施语 智慧不可量 所以佛的智慧是不可量的 但是再怎么样 即使所有的火都变成不热 佛陀绝对不会说妄语的 大海离开波浪的话 佛陀不会说妄语的 那天我们几个发行人员在那边说 当时吃中午饭的时候 有些人没有来为什么 有些人说 开玩笑 即使大海离开波浪也是他不会耽误吃饭的 他肯定会来的 他对吃饭很关心的 即使大海离开波浪也是 他不会不来的 他会来的 知道吧 这个道理有些还没翻译过了 所以说一定要相信佛语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分别念特别重 没有系统学习过的话 可能有些人有一些邪见 但是这种邪见 我相信长期闻思以后 很容易断掉的 我们学院当中 我经常有这种感觉 刚来的一些居士 刚学佛 刚出家的人怀疑特别特别多 这个不相信 那个不相信 然后他问的问题也是特别多 路上都是不让走路 挡着 我可不可以给你求个问题啊 往这边走的话 到那边挡着 往那边走的话 那边挡着 我可不可以求一个问题 我想给你求个问题 然后在学院 比如说 闻思两三年以后 然后他出问题 专门安排世间 他也闻不出什么 已经生起真实的定解 刚学佛 或者刚求学的时候 相续当中有很多很多 复杂的分别念 到了一定的时候 好像在佛陀的智慧面前 自己是特别渺小的 你什么样的东西都闻不出来 闻了也不好意思的 自己所学的都是在诸佛菩萨的智慧面前 没办法显露出来 因此到了一定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这也是逐渐说明自相续当中生起真见的 你没有怀疑的话 不得不相信啊 说 舍利弗若有人亦发愿 今发愿当发愿 与生阿弥陀佛国者十足人等 皆得不退转阿鲁多罗三玛三菩提 与彼国土若一生若今生若当生 十股舍利弗 诸善男子善女人 若有心者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他这里说 舍利弗若有人以前发愿的 现在正在发愿的 以后当来发愿的 发愿什么呢 愿意往生阿弥陀佛的国土 像这些人 不管是以前 现在 未来 过去 都会得到不退转的 如来因供正等觉的国为 这些在西方极乐世界 以前发愿的已经往生的 从历史上也可以看出来 有许许多多都已经往生了 如今正在发愿的 不断地在往生 将来在这个世界上 也会出现发愿的人 也会当生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阿弥陀佛的弘缘和 我们信徒自己的心愿力 以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 就像春天雨水降下之后 这个种子如果没有毁坏的话 它可以出现 种子可以发出妙芽一样的 佛告诉舍利夫 所有的善男善女若有信心 应该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真的要相信佛语 相信佛语以后发愿 现在人活着的时候 发愿很重要的 就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老师经常说 你要将来有自己的一项之相 将来有自己的目标 同样的 我们现在应该在因地的时候 自己发愿 发什么样的愿呢 我们也经常讲过 让我发财 让我不要生病的话 这几十年的事情 这种愿力不大 愿力不光的 应该要发红愿 发什么样的愿 就是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但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就像以前法王说的一样 现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是不能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佛语 一定要一心求生净土 念《宗宝剑》里面也有一个教证 说是 佛语 七十旷语言 担当自精进 一生求净土 我们应该相信 佛陀是绝对不会说任何的旷语 乍语 不会说的 所以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精进 人要有一种自己的毅力 以自己的精进力 一心一意地求生往生净土 应该有这样的发愿力 这样的话 那就能往生极乐世界 舍利夫如我尽致 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 比诸佛等 也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 佛陀说 舍利夫 我今天已经称赞诸佛不可思议的功德 刚才一个是阿弥陀佛 刹土不可思议的功德 还有东西南北的所有的佛陀 也如是承担不可思议的功德 已经描述了 同样的 这些佛陀也是称赞 我释迦牟尼佛不可思议的 刹土和佛的庄严功德 也会赞叹的 二座十日焰 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是 如果你这样想也可以 或者按藏文译本当中 舍利夫称赞佛陀的 舍利夫说的 舍利夫说 释迦牟尼佛你非常稀有 你做到了特别难 特别稀有的事情 什么是特别难 特别稀有的事情呢 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无作恶世 无作恶世也就是说 解咒 见咒 烦恼咒 众生咒 命咒 这样的无作恶世当中去发愿 我们知道《百量幻论》当中 唯一的释迦牟尼佛能守持这样的娑婆世界 所以你在这样的无作恶世当中 获得了如来因公正等觉的果位 为所有的众生说一切世间难行之法 这个佛法难行之法 所以我们有时候生起一点邪见 这也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众生的心 全部是被无名烦恼所盖住的 而佛陀的这个法全是真理 那么这些真理跟我们的思想有一定的隔阂 产生怀疑 产生邪见 这也是正常的显现 所以舍利子对佛陀说 你做得真的是太稀有了 太难了 在这样的接触 各种灾难不像邪见一样 各种灾难也会出现的接触 众生的见解 什么偏见 邪见 什么恶见都是特别多的 正见一点都没有的 那种众生 贪嗔痴的烦恼也是特别严重的 众生的整个素质特别低的 一个个众生都是相当恶劣 慢含的 还有寿命也极其简短的 这样的无浊恶事当中你能发愿 而且获得这样的如来正等觉的果位 并且给娑婆世界的众生 转三转法轮 八万世间法门 这是非常难得稀有的 极其可贵的 当时舍利子通过这种方式来赞叹佛陀 然后佛陀也是承认这一点说 舍利佛当知我与无浊恶事 行事难事 得阿鲁多罗三妙三菩提 为一切世间所持 难行之法 视为生难 佛陀告诉这个 因为刚才舍利子这样 之间的对话希望你们还是 字面上应该会解释 我问了一些经常读过《阿弥陀经》的道友 但是他们都不会解释 读过无数次 但是这些让他百花文来解释的时候 他们都不太会 所以我这次已经解释了以后 边读的时候边要想 内容要观想 那么佛陀说舍利佛 你们应该知道 我在无浊恶事当中 行持特别难的事情 也就是说 在真实无浊恶事的时候 发这样的如来正等觉 发菩提心 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最后获得了如来正等觉的果位 为一切世间所特别难行的法 与世间的心态 完全是不符合的 凡夫人的心态 完全不符合的 这样的一种法门是确实很难的 佛陀转这样的法门 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后面 唐译当中还有一段说 在无浊恶事的时候 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听到了这个法门 而且生起信心 为别人自己受持 为别人言说 还有叫别人修持 那这样稀有难得的法 这样种下善根 这种人到了命中的时候 一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 受持法乐 能现见阿弥陀佛 还有获得了阿弥陀佛的手机 逐渐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大概有这么一段 就是这么一段 意思就是说 这个净土法门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阿弥陀经》 在琼姆罗斯的翻译当中虽然没有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 这个《阿弥陀经》 如果我们听到了自己受持 自己念诵 还有给别人宣说 给别人弘扬 让别人修持 这样的话 这种人一定会是往生的 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 还是非常关键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法师也好 普通的僧人也好 还有其他的居士应该好好地给别人宣讲 很需要 现在寺院里面 居士当中 《阿弥陀经》的人都是比较多 从颂朝以来 确实在汉地各个寺院里面 但是真正能解释的人不多 有些解释的话 完全没有按照真正的经意来解释 因为自己没有闻思过 你要解释这部经典 当然是有很大的困难 你已经闻思过 有了传承的话 我希望汉地不仅仅光是读诵 一定要忆念 这个忆念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受持 一定要修行 这样就特别重要 因此一定要弘扬 就这样的话 以前《观经》里面也讲过 《观经》里面也说了 如果我们听到了 这个阿弥陀佛 还有两位菩萨的名号 能处无量生死的罪过 更何况说忆念 真正受持 如果真正忆念受持的话 那么这个是人中分陀罗化 这个人中真正的白莲花 而且两位菩萨始终都是唯有 把这个人作为清净的道友 生于如来家族当中 也有这方面的教证 还有其他的一些教证里面都讲了 我们对净土法门去听受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以后尽量地弘扬 如果实在别人没有这种兴趣的话 通过其他方式来也可以 我原来不是讲过吧 喜马拉雅修行大成就者的故事里面 有一个女儿 她的父亲一直不相信阿弥陀佛 后来她就想一个办法 她的父亲是建筑师 他是设计建筑很好的 后来怎么样让他念佛 信佛 他不听 后来说西方那个地方有一个人 需要建造一个供典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阿弥陀 是一个出家人 他需要的是无量供典 这个老父亲一辈子都是学建筑的 所以他特别喜欢 他从此之后 心里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是这个供典怎么建啊 他一直在想 口里面也是说 阿弥陀佛的供典怎么建啊 后来听说已经往生了 也是往生了 所以你们有时候自己的父母亲朋好友 实在是他没办法以净土法门来弘扬的话 应该给他另一种方便方法来 让他逐渐逐渐对净土法门生起信心 这也是有必要的 有一定的功德 佛陀因为前面已经讲了这部经典之后 当场的舍利佛 还有其他的一些 菩萨 诸比丘 一切世间和天人阿修罗等等 全部听到佛陀说说的经以后 都欢喜心受 作劣而去 因为佛陀的经典 跟其他经典有限不同的 其他有些经典是有些像舍利子 穆监林 文殊菩萨 请求而说的 而这个佛陀自己开讲 直接跟有缘的众生宣讲的 所以说我们读诵有一个很好的传统 汉地各个寺院都是经常念 所以我们在座的道友如果自己做功课 自己做功课每天都是念一遍 或者一个礼拜念一遍 或者一个月当中念一遍 也是这样相续当中种下这方面的很好的善根 然后我们看见个别的道友圆寂了 给对个别的一些生病 为他们超度的时候念这部经典 也是有非常大的利益 这次我宣讲的过程当中跟唐语和旧摩洛斯的 本法本和藏文的译本这几个进行对照 而给大家宣讲的 里面讲的有些不符合经义的 或者增加自己分别念 染污经典的所有罪过 在诸佛菩萨和所有僧众面前忏悔 然后有所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当中所得到的这些功德 那么以善事善根一切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愿他们暂时离开世间的一切痛苦 究竟往生极乐世界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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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st席 师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